男人过了50岁还会对外面的女人动心吗 当然会动心了 我跟你们分享三个50多岁的大哥 真实的想法你们就明白了 第一个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我肯定还是喜欢看漂亮的姑娘 毕竟喜欢漂亮东西是人的本性 但是我跟老婆相濡以沫 快30年了 跟老婆感情挺好的 即便是有精力有条件 我也不会对其他女人动心了 毕竟不合算得不偿失 有家有口的为了一个女的 为了那点破事 把自己苦心经营了半辈子的心血都舍弃 我做不到 喜欢漂亮的就在大街上多看两眼就行了 再说都这岁数了折腾不动了 人家那些年轻的漂亮的 来找我们半截快入土的 不会是从我们年龄大身上那点老人味吧 他们肯定是从我们手里那点钱呗 还有那点全呗 那第二个大哥说 我现在赚的又多 在我们那里赚钱应该我是数着了 我看到漂亮的肯定会心动啊 就算他们托我钱又怎么样 我也只是玩玩 一把年纪了 就想为自己而活 你说人活着是为了啥 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吗 现在孩子也成家立业了 也不需要我养了 你说我辛辛苦苦操劳了多半辈子 我怎么就不能为自己活一把 再说了 人家外面的女人是真的拿我当爷啊 哄我开心 我给钱是公平交易 他还说 我老了 我就去养老院 现在我也知道儿子对我意见的 我也不指望他们养老 那第三个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心动是会心动 哪个男人不花心 就看有没有条件了 他四十来岁的时候呢 也动过歪心思 跟一个年轻的女同事暧昧过 就差那一步 但是也就在临门一角的时候 被他老婆发现了 他说要是我老婆像以前似的 一点事而一直不停地闹 我就跟他离婚 而且那个时候我真的很上头 觉得外面的女人又温柔又懂事 跟我特别合拍 结果他老婆知道过后 没有闹 也没怎么管 除了对他冷淡之外 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他说我一刚开始 还有点赞赞自喜 觉得他懂事 但是呢 也会有一点担心 觉得反常啊 甚至我还猜测 他是不是那会儿 也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我也暗地里 查了他的行踪 发现没问题才放心 他说后来有一次啊 我听到他偷偷跟他朋友打电话 说想要离婚什么的 甚至还谈到了孩子怎么分 家里的财产怎么弄 他说我当时一下子又清醒了 就觉得这婚不能离 离得婚孩子咋办呀 家里的老人怎么办呢 所以当时他就下定决心 跟外面断掉 然后那段时间呢 那个外面那个特别的烙腾 外面的是不想断嘛 所以他说外面那个天天跟他烙 就觉得在这个烙腾的过程当中 感觉家里的很多事情 他都是放不下的 然后感觉外面那个人 好像在这种波折当中 也没有他想象那么好了 也没有那么善解人意了 还老是逼他 所以经历了这些之后 他现在就变得特别的平静 再也不想折腾了 这就是三位男士 他们的心里话 我不知道你听完过后 你是怎么想的